去到 時間改了 11點半 調到12點半 我11點已經排排到12點半 進去 他說沒有了 我們已經沒有了這個維修部 但是我們一早就跟我說 我們維修部在上面 你拿機上去都沒有意思 那你就要用這個自助方式去找順風收電 然後向我們的提衝那邊 在清退的維修中心 修理奉機 然後 過程又很複雜 又填一些填路 這樣有一個內容 有一樣我真的很想說 入資料不重要 入一些私人資料 但是他有一個 如果我不轉英文的話 我就想死了 就是那個有個叫郵件 我第一樣看那個郵件 中文叫你入郵件 那是什麼郵件呢 前面就是國家區號 就是香港區號 052 後面就寫著郵件 如果我不轉英文版 我就看不明白 郵政號碼 然後後面寫個郵件 不是郵政號碼 我讀了很多種號碼 又找什麼 原來 原來 我走回英文版本 原來叫做E-mail address 入回你的 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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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那麼有機會 香港鼵その項目 我就想 Being 馬上去 去到維修你們的DJI香港銅鑼灣銅鑼灣的銷售點 去排隊做維修 那為甚麼會沒有維修呢 人家都是要不上班 放棄了那天的薪金去做這個動作 去排隊 然後去到完全不... 你要這樣做有甚麼意思呢 那我們... 難道買了你們的機器的 那就是入了之後就要收股 那我們還沒買機進去的時候 你們就很好的服務 那不可以這樣 沒錯 那我們不是不去做那個動作具合 但是你搞了那些郵件 又要打去順風順風來收警 那如果我獨居老人那怎麼辦呢 那我又要上班 難道叫他們來地盤收警嗎 對不對 這不是很方便 對啦 我說收8點的 那8點他都收了工 你打在Hotmail address那裡都... 那是這些產生很大的問題 對啦 反而就是我覺得 你給一些不認識的人 年長的人 有些是六十幾歲才來玩 退休人士五十幾歲 那別人可能 他是靠對手去賺錢的 那別人不認識的東西 是另外一方面 對文字上不是那麼熟悉的 對不對 那你要支援給別人的 明白明白 你的機種是大眾化 每一個連小朋友 即是十六歲打上 就可以玩得到 對 對不對 沒有年齡的階層 你都想吸一些年長者來玩 都代表幫助他 有些消閒娛樂的產品 這樣 我覺得 我覺得 我希望就是那個 銅鑼灣的DJI那裡 他一定要開回網手錄 讓別人Walk in去 你每天有一疊的啞 或者兩疊的啞 你要接受 那 我覺得 才對消費了DJI那部機器的基礎 別人就會更加開心樂意去賣這些機種 不是我 譬如其他第二個牌子 他有一間門市的 那我自己 下班就拿他弄 那他還沒收工 又繞他 你就報個價錢給我 就是這麼簡單 雖然他沒有Care 是 因為Care 有沒有買Care 應該都是沒有分別的 因為都是欠幾十元上落 幾十元上落 所以就是說 我會試第二個品牌 因為他雖然是小 但是我下班拿他就可以了 好 沒理由天天收八點 還有八點都有開 哈哈 那家一收十點 那 梁師兄說得很清楚 我也聽到 那我有個問題想問梁師兄 總括來說 整部機器 從你有問題 拿到去整 到你倒手 順風 速遞給你 要多少日時間 大概 有個機器 大約 一個星期左右 因為我都 一個星期連起來 付錢差不多 差不多 七至八天 那你覺得的時間上 你滿不滿意 這個時間 若我可以快一點點 就再快一點點 因為 因為 已經跌爆了 因為我知道 DJI的操作方法是怎樣 你用Care來換的 我用Care來換 那他直接用到新機 會換給你 讓我看看情況 如果 多數都是 因為我那時候 我自己是在書 那 自己是問題 自己是問題 所以 可以快一點點 中間的過程 付錢那裡 都OK 填表那裡有些問題 剛才就麻煩一點 填表那裡是嚴重的問題 因為 人家看不明白 就是 硬要扔它回英文 那我去看英文 才知道 那個是叫E-mail Address 那我覺得奇怪 只是打兩個字 郵件 大哥 你猜死人了 郵件 我好像葵青區 我也不知道 我以為我葵青有區號 大哥 跑到 對 這個很多 都不單止是你 有些師兄已經問過我了 那至於呢 做完之後 那價錢合不合理呢 你覺得 你用Care來換 整部機器 沒得做的嗎 沒有 補價多少錢 有補價嗎 300有多 300有多 這樣 可以接受的 可以接受的 都是DJI一個服務 都是好的 都是好的 OK 如果過了Care的話 可以 其實相約再調節低一點 或者等同這個價錢 OK 多謝師兄 好了